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子瑜 不知道大家剛剛聽完大和幻想的感想如何呢 欸 我搭檔咧 少爺不理他我自己主持 誰搭 皮卡皮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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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卡 啾 大家好 我是皮卡漢 我好想換大和 少爺先不做這個 你這樣叫 像到觀眾怎麼辦 他們剛剛 我們剛剛打的這麼感人 真是的 我跟妳說 我這個名字可是大有白頭 因為他們接下來要演的這首曲子呢 名字叫做青雷 這是一首由三哲揚之的大學學弟 和他所創作的曲子 而他根據演奏者的曲風選擇了 非常 非常生動有活力 而且富有力量的演奏風格 然後同時呢 這首曲子也是 是在打局中廣為人知的 另外 這首曲子被稱為青雷的原因 也可以故隱私意去說青春的雷聲 所以 所以大家接著 大家接著一起來欣賞這首曲子 你應該不會想要用這種主持稿 讓大家 觀眾真的懂大家在幹嘛吧 有人應該都聽過維瓦帝的四季下吧 這首曲子青雷呢 跟這首維瓦帝的四季下呢 有一點 有一點類似 我們這首曲子青雷主要是以太和鼓還有沐行 作為主權力 等一下大家可以注意看他們喔 然後我們還會有一個很特別樂器 叫雷聲童 大家應該都有看過 呃 集中告急 的樂器介紹吧 對 就是他很配合 我們的公關小天使們有介紹更多樂器喔 等一下我們大家也可以 特別去看那個叮鼓那個位置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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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長他會演雷聲紅 好啦好啦 大概就這樣子 好啦好啦 說太多也不記得 各位觀眾你們準備好了嗎 好的 好 那接下來讓我們一起來欣賞這一首 青雷 月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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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